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因为手机通话录音 Samsung Pay等的功能 三星手机的使用比率远远超过iPhone 尤其是对于已经出社会的人 但是对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这一群学生客户们 对iPhone的偏好任意明显 甚至在韩国小中高 如果不用iPhone就无法使用Airdrop等 在朋友之间就会有被排挤的现象 而就在这种时期 韩国中州市的官方YouTube频道上 公开了鄙视三星手机用户的大学生访谈影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0月17号 中州市官方频道与大学生A进行了访谈 在访谈中大学生A被问到 如果使用Galaxy你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大学生A回答 我并不介意 但希望他不要用那个手机来拍我 接着主持人又问 你觉得使用Galaxy的男生怎么样 大学生A回答 之前有个男生在街上向我朋友搭讪 要电话号码 结果一看他使用Galaxy手机 这个让我们有点困惑了 主持人问 因为对方使用Galaxy 所以没有联络对方吗 大学生A回答 是的 主持人惊讶地问 这会不会有点过分 大学生A再次强调 这样的人真的很多 因为在韩国 Galaxy本来就有着大叔手机的形象 而iPhone相对比较潮流 所以这个影片马上就引发了 鄙视Galaxy用户的争议 并且也有人表示 这种内容为什么要发布到 中州市的官方频道 再引起争议也被媒体们报道后 中州市马上就下架了这个影片 而现在不只是媒体 很多韩国YouTube频道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真是了不起的女生啊 用iPhone来分阶层 手机喜欢什么就用什么 iPhone就那么了不起吗 一个人的价值 不应该根据他们使用或穿戴什么来决定 这些都是IG惹的货 每天都在IG看虚荣的东西 所以才会没脑袋 真的有拥有那种思维的人吗 不是装的 太惊讶了 分等金的方式也好特别啊 又不是自己被搭讪 是问了朋友的号码 你为什么要不喜欢呢 是因为只问了朋友的号码 所以生气了吗 这次50事件 全代表如果没有通话录音 就很困难了一样 开始上班后 很多人都会换Kalaxy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男生说使用iPhone的女生是奢侈女 使用Kalaxy的女生是追星族的时候 什么争议都没有 现在女生说了自己的取向而已 就连新闻也要报道 引起这样的争议 太傻眼了 他很有自信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一点都没错 反过来如果今天他说不喜欢使用iPhone的人的话 会引起这样的争议吗 使用三星的人正常 使用苹果的人正常 用手机来判断人的人不正常 突然后起 如果使用三星手机的人是查尔努的话 他也会不联络吗 所以对于使用三星手机的男生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一会儿啊 遇到三星手机的男生 像我们没有什么 也看着我 二十三个二十个 随便 三星手机的男生